原来这样可以无限复制人物呀 这也太好玩了吧 哈喽,大家好,我是安小虾 你知道樱花校园里隐藏在服装里的秘密吗? 我们都知道,只要换上忍者服装就可以进行分身 那你知道利用这个功能还可以无限复制人物吗? 小虾这就带你去看看怎么操作 首先,我们要进房间里换一件衣服 站在这个小粉圈圈里,选择忍者女孩服装 好了,这就成功换上忍者服装了 那么,我们选择一个人来测试一下吧 我们先闪现到蛋糕店 找到我的好闺蜜 把它带到空旷的地方 具体操作大家自己看视频哦 看,变成三个人了 这样就可以无限复制人物了 是不是很好玩呢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我记得点赞哦